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路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風雲快訊 多謝各位的支持 記得加入我們的基本訂閱 按一按個鐘仔和給個例子 還有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也很歡迎 感謝各位的加入 這個週末 英國各地的一些大城市和二線城市 那些反伊斯蘭化和反對政府無節制收容 伊斯蘭和非洲移民的騷亂仍然繼續 而且聲勢越來越大 我們看到示威遊行的群眾不只是男人 而且還有很多婦女 現在一直這樣蔓延 形成一些暴力 還有他們主要的投訴職員 也有很多很多年 這個都是由保守黨政府開始 這十幾年以來 那個人對於脫了歐之後 由歐洲跨越英倫海峽以來的非法移民 這個是英國政府 保守黨政府無能處理 現在終於有那些職願大爆發 是不是 阿豹先生 首先我們也要給一些背景資料 這次引發的一連串暴亂 原因是來自一個多星期前 在北部的一個海港城市 收坡 發生了一宗很可怕的遲都謀殺事件 一個十七歲的盧旺達難民的後代 在英國出生的黑人青年 遲都進入了一間跳舞學校 無差別攻擊兒童 有三個小孩死了 另外八個重傷 還有兩個成人 應該是老師和導師都受到重傷 這件事件 開始因為警方沒有公佈這個年輕人的姓名 還有他的族裔、宗教等等 這是根據未成年的人士 警方是應該這樣做的 但是這件事會令到網絡上很多留言 或者一些假消息流傳 就說是一個伊斯蘭的難民做的 結果就引發到網絡上的那些風傳 於是就有些極有的人士開始出來 就說要驅逐這些伊斯蘭的移民 還有要向他們報復等等 於是這些假消息一直蔓延開去 就引發到一連串 直至到剛剛過的週末裡 英國各大城市有一些極右的 或者是一些反移民的人走出來 還有這些反對種族歧視 或者叫反法西斯 這些族群或者團體也走出來示威 兩邊就十分之激動和想動手 警方就介入 橫跨了英國很多的大城市 包括Bristol 萬城 利物浦 還有米道士堡 這些幾個大城市 在南部也有一兩個 今天報道 昨晚在朴智茅斯 即是在英國南部的海港城市 也爆發一連串這些衝突 這些情況 似乎有蔓延的趨勢 以及即使最後公佈到十七歲的黑人少年的身份 是來自盧旺達 不是一個伊斯蘭的國家 但情況也沒有改善 部分的暴徒攻擊一間假期間 裡面收容一些難民 還有還未得到簽證的偷盜人士等等 現在整個英國 那些人傳說現在周圍很危險 叫人不要出街 但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也是一個假消息 事實上大部分的英國城市和城鎮 依然是和平和安全 只是大城市裡面的一些高城市 和市中心的地帶 有這些兩幫人士的衝突 而警察拘捕了三百多人 對於整個英國來說 拘捕了三百人 還在這麼多的城市裡面 其實不是一件很大規模的暴亂 只是個別的城市和個別的地區街道上 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千萬不要誤存英國現在進入了一個全國的暴亂 陶先生和我都依然安全 其實很多香港人 BNO移民還在這裡安居樂業 大家稍安無措 也不需要恨災樂禍 陶先生對不對 恨災樂禍是正常的 一些親中的香港、外國 當然是望英國死亡 當然是望美國死亡 當然是望日本綠沉 當他們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他們知不知道 都容許他們享受一下中國粉紅兼戰狼 那種片刻的變態快感 不過我可以保證 就算這些發生騷亂的城市 都是非常安全和太平 因為這些騷亂的人士 並不是說到街上殺人放火 通街好像清兵那時候一樣 周十日加定三圖 見到漢人就殺 但他們在這個街上 也不是說中國 在現在的歷史書上 讚頌那種所謂的義和團起義 即是拳匪的暴亂 當年1900年在北京城 那些拳匪就是看到 戴眼鏡的中國人 以及看到那些信基督教的中國人 就拿刀就撞殺了 那些就是恐怖分子 還有那些呢 那時候你住在北京是不安全的 現在住在英國 安全到無論 甚至 如果各位想親眼見證歷史 可以去蘇聯的現場 找一個安全的距離 遠遠地看 我包你沒事 因為那些蘇聯的人士 並非針對華人 當然啦 你要找一個安全的現場 為什麼這些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在1991年 當時的戴唱爾夫人 在英國推行人頭稅的時候 也遭到英國的極左 那些無政府主義 長頭髮胡蘇維特 吸大麻那些 有幾千人 聚在倫敦市中心 特拉法加廣場 那裡向騎警 投襲燃燒彈和額物 當年1991年 我就在現場那裡看 不但我沒有在現場出現 就是暴毒參與暴戀的罪名被捕 而且看得非常精彩 和見證歷史 和完全沒有受到波及 我說我 因為我懂得站位 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BNO的人士 在英國的城市 是無須要驚恐 因為這班 蘇聯的人士 他們始終是英國人 譬如Posma Posma Posma 我去過很多次 那裡是一個很平和的海港城市 每年的聖誕節都有市集 那裡當然有很多白人 也有少數的黑人 但是你看街上那些白人的男子 是完全沒有任何 這個暴力傾向 這次當然他們很多是隱無可忍 那有沒有外面的人進來呢 也很難說 但是在很多這些平和的地區 就算英國的蘇聯 也有英國的特色 他不會見人就斬電油就殺 是吧 這些我現時可以保證 不過當然了 如果你說很害怕 很害怕 家裡的親戚說英國暴動 一出街會被人 只要是黃皮膚的人 都會被這些法西斯暴徒 五花大榜兼五馬分屍 如果你相信這樣 你留在家裡 就多教兩把鎖 是吧 然後再找多一條大木杏 就頂住門 然後和一家大小 就買好乾糧 買好罐頭 去Sainsbury 放在那個 Basement 或者在花園的木屋 都可以的 都無壞的 這些東西 各式其式 只買家裡 家裡就有大螢幕 你仍然可以用描控器 接通小米機盒 A頂盒 來收睇香港TVB新聞 然後由香港TVB新聞 告訴你 英國現在是隨時錄沉 暴亂是極為恐怖 可以這樣也沒問題 是吧 陶先生 我再次說 很多聽眾都說我們幾天都不報道有關於或不評論英國的蘇聯 其實我覺得不是什麼大件事 因為我今天特別去到網上看太陽報 一個實地拍攝有關於剛才提及撲茨茨這個城市裡面的衝突 你看看圖片 兩邊的支持和反對的英國人大部分都是白種人士 裡面看到警察和他們在理論 你都奇怪 看到那些英國人口水多過浪花 如果換了在香港的環境 以往根本就打到飛起 現在你看到他們不知道是否英國的傳統文化 首先要用言語上說服對方或者說贏對方 至於那些動手都是推推推推 全部都是有姿勢沒有實際的 還有最後如果有人跌倒 跟著有人救人 那些都是這樣以大家都是鬆手 不了了之 而另一邊雖然有些年輕的男女 但是都是手無駁雞之力 我看到一個女孩子被警察拉走 跟著又壓低 都是只不過是一些 我認為他是反對那些極右人士出來支持多族裔的 其實如果是純體畫面 全部都是白人之間的事情 我試試這樣去理解 無論是支持和反對加上警察裡面 都是在立場上不同的人 在理論和一些肢體的衝突 還沒有去到大規模的 扔汽油彈 什麼弄路障 好像那些巴勒斯坦地方 你看到那些畫面 當然是耳君開槍 遠離那些 我想那些是100% 現在這些是5%左右的 所以再次強調 如果網上有假新聞 或者討論組裡面 說到英國現在陷入天下大論 無政府狀態 特別是BNO的Visa的移民 是深陷這個險境 麻煩你們不要相信這些消息 這些全部都是唯恐天下不亂 也都故意地散步 留意一下 這些中國人他們的陰暗心理都很容易理解 老迅、柏洋這些名作家都有所描述 其實我們有說到 我們上兩集有提到英國騷亂 裡面都說了3、4分鐘 說了裡面的領導人物 這個叫做羅賓遜 說了 不過我們說不開一個專題 因為我覺得不是大件事 你覺得它天下降下來嗎 是不是 對不對 很大件事嗎 不是很大件事 我歡迎各位BNO人士 在一個叫做安全距離之下 去現場那裡考察 有什麼問題 警察一定不會拘捕你的 你拘捕你你找我 你說我叫的 我不是煽動你參與蘇聯 我叫你拿著手機去那裡 軟軟地在距離那裡拍一拍 給你自己的家人看 好嗎 對不對 這個呢 為什麼呢 我認為是一場極有的暴動呢 首先什麼叫做極有 這個呢 一定要在現場有幾個徵後 第一 就是有人會高喊納粹發西斯的口號 比如說有人會高喊 如果有人高喊 會殺掉那裡的伊斯蘭移民 或者非洲移民 如果這樣 加上一些納粹的旗幟 這個就叫做極有 這些發生過的 以往在歐洲其他地方發生過 但是呢 現在這十幾個城市 看不到這些旗幟 看不到 反而 在三四個月前 在美國的大學校園 發生一些 支持巴勒斯坦哈馬斯 恐怖組織的 這些學生的示威 就是有人哭出 是殺死猶太人這些口號 還有呢 在校園裡面對猶太的同學 發出這個人生的威脅 這些呢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發生的事 但是比起今次這些 是更加近 到這一分鐘 第二 這些這樣的蘇聯後面 有沒有人策劃呢 是一個這樣的新興的組織 正如我講過 他的那個領袖 是一個很奇怪的 這個很熱血的 一個呢 出生自 倫敦西北部 努敦的一個拼物 他的名字叫做 Tommy Robinson 這個是假名來的 當然這個人呢 本身也有一些 輕微罪愛的刑事紀錄 還有他多次接受 這個網媒的訪問 他說他在努敦那裡大 他自小就很生氣 因為看到周圍 他看不到英國傳統的文化 就看到周圍很多的清真寺 包圍 他覺得這個已經不是自己的家園了 他覺得這個伊斯蘭的移民太多 這個呢 就要分開來說 第一 伊斯蘭的移民多 是否等於他們都是一個罪惡溫藏呢 是吧 還是一個國家現在出現伊斯蘭化 或者伊斯蘭主義呢 首先這個叫做 伊斯蘭的移民 本身這個群體 是不是天生是罪惡呢 我相信就不是 因為很多我都認識的是英國來自 摩洛哥 北非這些英國人 我附近幫襯 那個非法普 那個李法斯 都是北非人 都是伊斯蘭人 很老友的 大家都是街坊街裡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 出現大量的阿拉伯裔的移民聚居 然後他們宣揚他們的宗教的意識形態 然後用這個意識形態 是用來在他們的選區裡面 是好像上屆那樣競選 總共現在有四個議席 是出現了這些 是來自北非或者阿拉伯的移民 是民主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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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這次選舉的方式 是只是對著那些 北非阿拉伯的移民說話 就完全不理會他們那個議區裡面 那個選區裡面其他族裔的人 包括英國白人和亞洲人 我想這引致很多英國本土人士反禁 他們覺得這個叫伊斯蘭化和伊斯蘭主義 Islamism和Islamization 這兩件事是很多很多英國人覺得不能接受 所以這次的騷亂是深層次的原因 其實牽涉到你剛才說的問題不僅是英國 其實歐洲其他國家甚至美國都有伊斯蘭化的爭議 當然大部分伊斯蘭族群都是和平共處的 他們是家庭觀念很重的族群,相安無事 當然也有樹大有枯枝,牽涉到一些罪案 被人覺得這種族群是和貧窮和罪案有關係 但當然這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但經過網絡上你剛才提及的羅賓森的假名 這次的事件,因為他在X的平台散布一些言論 更加令到情況加劇,這點是事實 但現在的情況,我覺得已經變化了 已經不再關於那宗傷人案或者殺人案的事件 因為你出來的盧旺達根本是基督教國家 伊斯蘭人數目只有5%左右 這次已經轉化成為英國積累了很久 有關於對移民的看法和對伊斯蘭族群和他們相處 或者資源分配的這些問題 我不懂得評論究竟誰是誰非 但我只知道一件事 不關中國人士,不關香港人士 特別是BNO的疑問 因為整件事,第一 我告訴你,我不認識你們更加不認識 因為這些是一百幾十年來 有關於西方他們怎樣面對移民和宗教的問題 如果你說到反伊斯蘭的移民 其實英國人都已經不信基督教 很多的英國人不去教堂 這個不是宗教的衝突 首先在性質上 那你說究竟是不是族裔的衝突呢 我也有懷疑 因為現在英國的多元族裔和他們的文化 已經沒有了以往的 Anglo Session 你經常說的那個傳統的基督教文明 現在已經 好聽叫做多元,不好聽就叫做亂租租 究竟這些族裔之間 究竟怎樣分呢 有些時候你都分不到的 是不是 好了,去到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一個新來者 來了三兩年 其實這個地方你都未熟悉 甚至你這些族裔的關係 或者他們之間的歷史因由 你都不明白 當然香港人最重要是安全和置身事外 你可以去觀察,你可以去理解 但是這些事情你在網絡上的家具 其實你都沒有,我認為沒有資格 我自己都沒有資格 這一點 不是的 不需要自身自愛的 你可以在現場跟這些白人 又或者第二天 跟那些反 反伊斯蘭示威的 不同的族裔人聊聊天 你可以問一下他們為什麼 在現場那些暴亂的那些用暴力的那些是少數來的 有很多婦女在那裡 可能在混亂之中 就有些人是扔石或者放火 洗瓶那些 周圍有些婦女在那裡吶喊 我們看到警察抓了很多 是上警車 這件事的後續是值得注意的 你就要看一下 香港的親中那些 英國又暴動了 很漂亮的風景 你在香港 香港DNO的人士就要跟進 你看一下英國警方 會告多少人的暴動罪 是不是所有人在現場 都全部告暴動 現在他抓了多少個 14個城市 14個城市 至少 他抓了多少個 300多 現在根據新聞報告的數字 我告訴你 只在這個修婆 那裡已經有兩三千 當然警察可能還沒做完事 你多給兩個月去看 看他抓了300 落案控告多少個 當然施己然在電視講話那裡 就說一定會 用英國現有的保安法和反暴動法 是會起訴 他會這樣說 說的話也是這樣說 但是你不妨再看兩個月後 是不是說 站在那裡 就當是暴動 參與暴動就抓了 OK 我看看是不是 這些到那個時候 你就要繼續跟英國比較 知道嗎 你不要到那個時候 收了聲 現在是抓了300 抓了300 控告多少個呢 那我想英國警方 會看回錄影帶 是不是 因為街上現在很多攝像的鏡頭 看看誰動手訂成 誰有這個燒車的行為 我想是告過一些 在現場那裡如果你說襲擊警員 人家就告了 但是在旁邊 是有情緒波動 血絲底里的那些 我認為是 不會拘捕 不會告的 當然 因為這個是英國 OK 我看到直播那裡 香港特區 那個是英國 OK 那你就繼續觀察 你就看到說說什麼 所以我認為不是大使 是有些人認為是大使 其實他們有一個 norm在裡面 無論你說 執法的規則 還是他們示威 或者衝突的規則 如果那個示威人士 或者甚至是一個 扔東西的人 如果他不是衝出來 或者先襲擊警方 他是不會被拘捕的 就算他站在現場 在那裡吶哭 指指點點 警察都不會好像 香港之前那樣 在一個人群裡面 扔他出來 然後亂棍 加上腳踩 這個場面一定不會出現 你看到警方一定是對方 那些示威人士 有暴力的行為 或者是襲擊對家 那些不同陣型的時候 警方才會做事 警方盡量做的方法 就是分隔開 兩邊的不同的示威者 於是就不要讓他們 發生衝突 這個是警方首要 而另外如果有人 襲擊警方 當然會被拘捕 甚至你見到警犬 不客氣的 照實的 這一點 所以大家有一個 我們叫Norms 在裡面 他指罵 甚至出到來 操言慰語 其實警察都不拘捕 你看到那個畫面 所以 性質是不同的 所以我也奉勸很多 所謂幸災樂禍的人 有些人說 你看一下 你們的黃絲 或者那些人 幫哪一邊 是不是應該幫那些 右翼 當然幫警察 當然幫英國警察 維持秩序 我也幫 那些英國本土守護家園 堅決反對國家 伊斯蘭化的那些人 行不行 有些人說 陶先生 為什麼你不說 陶傑為什麼不說 那我現在就說了 我現在就說了 那怎麼辦 你將香港和英國比較 大家都發生 那裡發生騷戀 你又騷戀你 將警方用來比較 你有什麼資格 你現在香港和倫敦 偶藥都脫了 歐了 你應該和老窩 柬埔債比較 你應該和 斯里蘭卡比較 是嗎 是嗎 好笑喔 英國發生騷亂關 你什麼事啊 人家那群都不是你那群 你那個級數 你這麼有興趣幹什麼 現在這個倫敦 Liz Bristol 那些不是香港來的 香港現在和老窩 和柬埔債是金邊掛勾的 是不是 對不對 笑話 這是很小事 不是小事啊 在前一排 好像在大曼城地區有個英國警察被人拍到 他對一個疑犯 施以這個暴力 用腳踩住他的頭 被人拍了 結果被投訴 於是他立刻停職 被調查 如果換了這些畫面 發生在以往的香港 我們看到新聞片不少 咬到手變形 用蝸裡面 硬過頭 這些全部都沒事的 警察是不是 那你怎麼可以把英國警察和香港警察比較呢 那英國警察一用這些暴力就已經停職了 對不對 夏松卒不可遇余兵 和那些井底蛙 你可以和他們說的天氣是挺大的 所以就省一口氣 今晚我們這集 是說給那些風雲谷的朋友聽 不是說給蠢人聽 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雙 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多謝大家 請記得LIKE 加強我們的推薦率 下集再見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在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符含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助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 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 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 特區政府 施政是令到藍絲 那裏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轉機 張五成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跟 林鄭和梁振一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 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 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呀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什麼他覺得自己 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就應該是 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後面他的師傅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呂不偉的角色 是不是這個很明顯 奇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鼎 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跟你盲分瓦戒 有一個叫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就 扔著沈旭暉 葉蔭蔥 梁啟智 朗天 這班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王衛倫 王衛倫 這班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財進 這傢伙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亦都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Ond稱讚好 你看太陽 黑暗中 низ吻 在黑暗中 歡迎 感谢观看